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 华裔加拿大联邦议员关慧珍 在调查外国干涉听证会上作证 指出中共通过统战华人社区 干涉加拿大选举 关慧珍议员因对中国及香港人权状况的批评 成为了中共的干预对象 中华会馆理事长郭英华 在微信上称 将在唐人街为关慧珍的自由党竞争对手 组织一场公开的免费舞台 2021年选举期间 前温哥华中华会馆理事长郭英华 在微信上称 将在唐人街为关慧珍的自由党竞争对手 组织一场公开的免费午餐 新唐人电视台实习记者出记 加拿大报道 中华会馆理事长郭英华 通知全体争对手 精打的通知全体争对手 档的交易不標 村子 在现在小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